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点选想要的祝福元素 就能画出你的新年新图画 还有专属祝福祷告文哦 鼓励弟兄姐妹 踊跃传给新朋友 新春一起透过LINE社群传福音 详情请扫QR Code 或至教会官网查询 宣教职堂你我有份 鼓励弟兄姐妹一起参与 2024宣教职堂认线 您可以扫描QR Code 线上填写认线资讯 再以您选择的奉献方式进行奉献 透过奉献 祝福教会宣教职堂的工作 2024脱颖而出 改变事物的秘诀在这里 2024实体居营火热报名中 G1生命更新营 实体营会时间在3月16号到3月17号 鼓励弟兄姐妹踊跃邀请BEST 一起来领受挥别过去生命更新的祝福 另外还有G2门徒建造营 G3基督金兵营 培育班也同步报名中哦 现在快上教会APP报名参加吧 你是行政小达人吗 邀请你一起来建造神的家 装备中心义工热情招募中 鼓励稳定本堂崇拜及小组 渴望一边服侍神 一边接受真理装备建造的你 现在就一起加入金牌小助教的行列吧 报名请扫QR Code 由BSF研读圣经团契开课的英文查经班来咯 全程将以英文进行 时间在每周四早上9点半至11点 带领你一起认识约翰福音 鼓励渴望更深在圣经真理根基上扎根的姐妹报名参加 详情及报名请扫QR Code 是BSF研读圣经团契网站查询 连假出国搭乘华航班机 或返乡要搭乘高铁的弟兄姐妹 可以协助在购票付款时 保市林里昂堂企业会员号码来祝福教会 而华航企业会员雷点 并不会影响个人会员哦 快把这两组号码记在手机里吧 今年5月中旬接获到公公住院的电话 于是我就去为卫姓族的公公做祷告 也带领着公公做决志祷告 那在一旁的姑姑目睹了这一切 姑姑在这段期间非常的难过和忧伤 于是我邀请了姑姑参加我们的线上RPG活动 姑姑也在活动当中被造就被安慰 感谢神 那之后又接到了公公 需要做一个手术 需要做全身的麻醉 于是我就跟小组长和弟兄 一起为公公做RPG祷告 那感谢神垂听 公公最后只需要做半身麻醉 手术也非常的成功 感谢神 출 des雅 我们不就和声 而言托中国人会走 Griffith中和室的病人 我们有 теjes wagon的 conducted 感谢神禹没失踪 尽 gli语 Praise the Lord of my soul 青年牧区寒假暴毒圣经活动火热开跑中 在春节假期前有各年龄层的读经计划 现在就相约小组一起来读经 过一个不一样的新年吧 国高中生看过来 全中运假期还没想好要怎么运用吗 未来领袖营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营会包含密室逃脱团队建造 议题式体验教育 透过团队合作沟通谈判 深度思辨探索 培养改变未来的关键影响力 全程参与者还可以记录四小时的服务学习时数哦 现在就预留时间参加吧 上周highlight教会大小事 感谢神上周全职同工年终环境嗨翻天啦 各个团队使出浑身解数 透过精彩创意呈现 一起回顾2023年神奇妙的作为与代理 在岁末年中向神献上出手的果子 额头墓区异象之子读经迎新春 上周异象之子的孩子们轮流上台读圣经 用神的话语开启新的一年 培养更深的进钱与可目 立志在新的一年做主门徒 2024宣教职堂奉献目标为5500万元 累计至1月28号 奉献金额为228万元 以上为本周教会大小事 更多教会消息请上教会官网 或少QR Code参阅电子周报哦